蛇咬伤案例 案例1 案例2 我的父亲今年75岁 今年2016年7月24号早上 被毒蛇咬到脚的大拇指 发现后用硫磺清洗伤口 咬伤的部位起了两个小泡泡 到了晚上脚部开始肿起来了 父亲的弟弟当时不同意用原始点方法处理 他们不相信在伤口撒姜粉 红豆袋温敷 喝姜汤就可以处理好 开始我父亲也不相信这方法 在医院处理的第一天精神恍惚 连讲话的气力都没有 那天我开始给父亲全身温敷 喝一些姜汤 到了第二天整个人就好多了 我当时真害怕父亲会走掉 后来用西医的方法处理打点滴 可是父亲脚部的溃烂一直没有好转 体力也明显下降 医院用草药和药膏处理伤口一个月 因为医院说不确定是什么毒蛇咬伤的 就没有打血清 现在想想幸好没有打 在医院处理而伤口越来越烂的情况下 我顶着家人反对的压力 向父亲说 给我三天的时间用原始点给你处理 短短的三天就收到了效果 当时父亲的体力很差 没有力气 我处理的方法是 在父亲脚部溃烂的伤口处撒姜粉 干姜开始用50克 一星期后开始加到100克 按推臀部膝盖脚踝部原始点 白天用红豆袋温敷臀部及全腿 晚上水电热毯 伤口则直撒姜粉 平均一天要撒10到20几次姜粉 因为会流出血水 每天在伤口上撒姜粉 温敷整条腿喝姜汤 父亲脚部溃烂的伤口 慢慢地开始变好了 原始点处理过程 2016年8月28号 2016年9月7号 2016年9月21号与9月25号 2016年9月28号至10月15号 2016年10月29号与10月30号 2016年12月26日 前后四个月比对 处理前 处理后 刚开始效果很好 但是在调理到第十天的时候 父亲早上给我打电话 他说昨晚做了个梦 梦里有人不让他温敷 说再温敷下去腿就要熟了 父亲说他不会再信我这一套了 打死也不温敷了 我心里非常着急 在我耐心跟父亲劝解下 父亲终于答应继续温敷 在接下来漫长的四个月处理期间 内外热源是不能间断的 稍有懈怠 病情就会严重 油好变坏很快 油坏变好很慢 只要中间热源没有跟上 病情很快就会恶化 真的要坚定信心 在伤口逐渐好转的情况下 父亲也完全相信我了 现在每天的处理还是 一 喝姜汤 二 按推原始点 三 长时间温敷 现在父亲每天可以去外面散步 爬楼梯 水果基本没有吃过 因家里是南方人 平时母亲做菜都一定会放热性调料 如辣椒 花椒 姜来让父亲吃 父亲现在很配合我温敷15到16个小时 现在的重点是温敷和姜 加上平时父亲自己的锻炼 还有父亲以前有高血压 现在高血压的药也不用吃了 这次毒舌咬伤也算是因祸得福